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课文内容看就与阅读理解 最后我们会欣赏两部和课文内容相关的小短片 接下来请你们跟着老师一起做 第一遍请你快快读课文 然后标出自然段 第二次请你慢慢读 你可以观察课文图片和课文的文艺是否有相关之处 然后可以从上下文推测你不懂语词可能的解释 如果你遇到还是无法推论出解释的语词 你可以将它圈起来 第三遍请你好好读 仔细地读并写下段落纲要 有点类似报纸的小标题 最后请你一边看着头影片 听老师说 然后思考后从课文中找寻答案 接下来老师要示范 什么是第一次快快读标出自然段 快速的盖栏课文之后 只要每一段每一个句子 空两个字的地方 它就自成一个自然段 所以在你们的课本第14第15页 总共有六段的自然段 接着第16页第17页 第二则童话故事 永远的昙花 一样有六小段 请你帮老师把数字标示上去 第二次慢慢读 慢慢读请你去观察课本中的插图 和课文有什么关系 再来如果你遇到不懂的语词 你可以从课文的上下段落 或是上下句子推测 这个语词可能的解释 如果你没有办法从上下文 或是上下句子推论出 这个语词的解释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语词圈起来 举例来说 在课本的第15页 第5段 弯腰驼背 好 首先这个语词 我们先去找到它所在的句子 好 往上推 我们推推推推 找到了句号 句号之下是它的句子所在 后来 后来接连几天都没有下雨 那些娇低的花 全渴的弯腰驼背 无精打采 只有仙人掌 还站得直挺挺的 好 这里的弯腰驼背 我们先把它往后推 你有没有发现 它写 只有仙人掌 还站得直挺挺的 所以仙人掌跟这些花的状况是不一样 所以它用直有 就是仙人掌是和它们不一样的 它是例外 那它的例外呈现什么样的状况呢 是站得直挺挺的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推论 从直挺挺这个语词可以去推论 它和弯腰驼背是一个相反的状况 那弯腰驼背它的相反四字语词 就是抬头挺胸 所以直挺挺是抬头挺胸 那弯腰驼背 它就是它的相反状态 可能就是它就是 对 类似无精打采 这是一个推语词解释的推论方式 那老师示范了第一则故事的语词推论方式 以后再来我们来进行第二则童话故事的陌生语词推论方式 在第十六页自然段第四段的第一个句子 不起劲 如果你不知道不起劲是什么意思 一样把这个语词找到它完整句的所在 把它大声的念出来 他们陆陆续续开花了 可是都开得很不起劲 这是这一个语词 它的语句所在 第二个是第十七页 第六段自然段 第六段枯萎 我们一样找出这个语词完整句的所在 清晨小昙花枯萎了 好 这两个语词假设你一开始不知道它的解释的话 你可不可以从上下句子或是前后文去做推论呢 首先我们看不起劲这个语词 在同一个句子中有一个可是 老师之前有教过 当你读到可是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语气已经有了转折 好 那我们再往前推或往后推 往后推 小昙花的表现却不一样 好 代表这个他们跟小昙花是不一样的对象 他们指的可能是其他的昙花 可是小昙花的表现却不一样 和谁不一样 和他们不一样 他们指的是谁 对 从前一段也可以知道他们是昙花大姐的代名词 所以 昙花姐姐们陆陆续续开花了 可是呢 开得很不起劲 有人和他不一样 不一样的是小昙花 哪里不一样 我们继续往下找 那天晚上他使出全身力气 开心的笑着 把自己笑成一位最美最香的叶芝皇后 这个她是什么东西的代名词 对 是小昙花 所以小昙花呢 他跟姐姐们不一样 他的不一样之处是 他使出全身的力气哦 努力的开着花 所以他和他状况相反的 这些大昙花 昙花姐姐 不他们的状态是不起劲 那不起劲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使不上力气 有气无力的意思 所以这就是一种从前后文推论 与词解释的方式 好 再来呢 第六段的这个枯微 我们可以把它往前推 或许不在刚好在前一段 他有可能在前面几段的文章 老师这里拉了一个箭头到第二段的地方 好 这一个句子 今晚开花后 明天早上 我便要和大家道别了 请问这一句话是谁说的呢 姐姐 谁的姐姐 小昙花的姐姐 小昙花的姐姐呢 她觉得今晚开花后 明天早上 我便要和大家道别了 那这里的和大家道别是什么意思呢 对 就是指昙花的生命结束了 所以呢 植物的生命结束 就是枯微 好 再来是第三次慢慢读 要把自然段合并成意义段 写下它的段落纲要下小标题 从第14页第15页第一则小故事 别笑仙人掌 的第一段 好 主角出现了 主角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从第一段 一句话把它浓缩 长话短缩 变成一个简单恶药的标题 仙人掌 他得知一件事 得知哪一件事呢 邻居说他闲话 对 所以 从密封那里传到他耳里 这些 这些就不需要列在他的纲要里头 你只要长话短说 仙人掌 得知邻居说他闲话 这样就好了 好 接着呢 请你们看到自然段的第二段 第三段和第四段 第二段 第三段和第四段呢 他讲的就是不同的花去取消仙人掌外表 有哪些花 有百合花 有杜鹃花 有玫瑰花 但是呢 重点不是哪些花去取消他 而是他们都在批评仙人掌的外表 所以我们把百合花 杜鹃花和玫瑰花 总瓜来说就是花儿们 所以花儿们都在做一件事 什么事 花儿们都在批评仙人掌的外表 这是二三四段的段落纲要 好 那接着呢 一定就是仙人掌的反应 好 那仙人掌难过 难过之后 故事有没有一个转折点呢 有 好 所以第五段 它是一个故事的转折 很多天发生了什么事 很多天没有下雨 那很多天没下雨 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 那些花儿都无精打采 包含刚刚笑过 仙人掌的百合花 杜鹃花和玫瑰花 都无精打采 只有一个人例外 那就是被取消的对象 仙人掌 对 所以请你写 连日不雨的结果 连日不雨 花儿都无精打采 只有仙人掌 依旧挺立 好 那你也可以照着课文的语词去书写 连日不雨 花儿都无精打采 只有仙人掌 还站得直挺挺的 这是OK的 是可以的 好 故事的结尾 故事的结尾在最后一段 好 花儿它有了 原本取消仙人掌的花儿们有了不同的想法 这些不同的想法是什么想法呢 他们觉得如果自己也可以长得像仙人掌那样 有细细的真业就好了 那他们已经不再瞧不起它 所以他们等于了解了仙人掌的优点 所以是花儿们终于了解仙人掌的优点 好 以上 是第一则故事的摘要 好 再来永远的昙花 第二则小故事 第一段 第二段 和第三段 主角呢 都是 昙花姐姐 昙花姐姐呢 发生了什么事 昙花姐姐很难过 为什么难过 对 对她 今天开花 明天就要和大家道别 这在说什么情况 从第三段 你可以去推论 对 她觉得自己的生命很短 所以 昙花姐姐她难过 原因是觉得自己的生命很短 所以 你可以这样写 什么人 发生什么事 昙花姐姐为自己的生命短暂而难过 这就是一二三段 合并起来一一段的段落摘要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四段 第四段呢 第四段是故事的承接段 有一个人 他和其他的大昙花不一样 这个人是谁 小昙花 好 可是这里呢 你要再提一次大昙花 因为这个大昙花的出现呢 他会衬托出小昙花的特别 所以他这一段呢 他使用了映衬的修辞来书写 大昙花发生什么事 大昙花开得很不起劲 很好 那小昙花是和他不一样的状况 小昙花发生什么事 小昙花使劲全力绽放 所以这一段的段落摘要是 大昙花开得很不起劲 小昙花使劲全力绽放 好 到了第五段 故事的转折段 转折段呢 就是努力开花的小昙花 他的生命虽然依旧短暂 但是 他的人生有了变化 他吸引了谁 对画家 那画家做了什么事 画家被花香吸引 把小昙花的模样画下来 小昙花变成了画作 就可以永久保留了 所以故事的结尾 就因为这个转折段 而有了影响 最后一段 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 小昙花的美 变成画作 变成画作以后 有什么结果呢 跟他短暂的生命相比 有什么不一样呢 对 他可以永远留下来 所以第六段 最后一段 结尾段的摘要是 小昙花的美 变成画作 永远留下来 以上是 两则童话故事的摘要 小昙花的摘成画作 小昙花的摘成画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这一节课我们就上到这边 祝大家平安健康